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镜娜 今天这期视频是赶在年前的一个坦白局视频 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去年我们参与了一个耶鲁创业中心的加速器项目之后 产生的一些,这叫什么呢?迷茫 好像,不是,好像迷茫也不太对 就是思考吧,之前没有进行的思考 现在总会找上门来要你还钱的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这个项目是耶鲁的Tai City Center for Innovation举办的 是秋季学期的9月份到11月份 在这段期间之内呢,它会从学校招募学生的创业产品和想法 然后呢,它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工坊,一系列的导师 包括帮你连接到外部的相关资源 然后让你认识到更多的潜在的客户啊 或者是投资者啊,或者是合作伙伴啊 就是其实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小孟金融 原来也算是一个创业项目 我们一开始只是因为觉得我们最近这个数据不太好 然后呢,就去找这个Tai City里面的一个导师聊了一下 然后他跟我们说,你们可以生一下这个创业项目啊 然后我说我们也算是创业项目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算呢 我说啊,这... 然后我们就去生了 就非常神奇,这个一直我们其实是提上日程的 但是又没有提上,就是记住了,但是又忘记了 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报名的时候,第二天就解释了 我们是大概前一天是中午十点多发现的 然后我下午还有课 所以呢,就从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十二点 因为是当天晚上十二点的11.59截止嘛 所以呢,两个小民就是隔着一个大平洋 然后在那边冲 因为他那个报名表其实还挺长的 所以我们就赶在11.59之前把它写完了,交了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录取 然后我们就去了 就是一切发生的太快 有一点,就是我们一下从一个十八线不知名小频道 变成了一个创业计划 我觉得先从我们从这个加速器计划里面学到的东西开始讲吧 我觉得这个加速器计划对我们其实还是帮助非常非常大的 学到的东西如果从三个方面概括的话 就宏观、微观和人际关系方面 从宏观上讲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中文自媒体市场 它的一些趋势 它的一些常识 不同平台怎么玩 然后你不同的content怎么玩 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啊,你就是标题什么 要引人注目一点 你的封面引人注目一点 你要去抓热点 你要去怎么样 这些东西好像听起来非常常识 但是你真的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内部的人 然后你去跟他们聊他们的切实经验的时候 就真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其实经过这个加速器项目之后 我们也会更有意识地去用宏观的思维去思考 我们每做一步是为了什么 就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 那其实两个小明 我们就是在埋头做自己的东西 就是在读书、写稿、录稿、编辑、发、完事 就是一直在进行 重复地进行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肯定这个过程中还是做得很乐 但是呢 其实你停下来想想 我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要让想不定又哪 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其实意识到 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同领性的东西 在支撑我们整个的运营 这个还是弥补了我们一直以来有的一个空缺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从微观上面 其实我们收获到了非常非常多 行业大佬们的实用的建议 从怎么分析平台的数据啊 怎么最大化利用云友的资源啊 然后怎么进行你每一期的内容规划啊 这都是实操性很强 上手性也非常强的建议 所以它马上就可以让我们提高效率 最后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遇到了非常非常多 支持我们对于想的又哪 非常感兴趣的人 他们有的是文学教授 有的是文学学生 其实有些人 他们其实可能和文学没有那么相关 他们就是对 比如说我们的形式 或者是说小NUNA 对于推广华文文学和华文文化 这个未来比较感兴趣 通过他们呢 其实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多 关于小NUNA 关于怎么样在华语圈 或者是非华语圈 去普及华文文学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在和他们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虽然对于一个安人 就是需要一些的心理建设 但其实当你真的遇到了一个 真的懂你们在做什么 并且真的愿意去支持你们 做这件事情的人的时候 就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幸运 所以就是真的非常感恩 但是 是吧 这个这个凡事总得有个但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产生了很多迷茫 就是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我们是谁 妈妈我要回家 但这种moment 首先一个就是 我们要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项目里 你不管是去见导师啊 潜在的合作伙伴啊 投资者啊 还是就是同一个项目的其他同学 他们都会问你两个问题 你是做什么的 你这个项目要做成什么样子 第一个问题非常好回答 第二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就比较形而上来讲 我自己其实一直很相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作为一个J人 会有这么P的philosophy 但是就是 我之前看到过赵尹尔华 大意就是 是你在活过之后 你才知道你的生命 一直都有一个目的 就这种佛系的想法 你肯定在商业计划里 不能这么写 当然我其实后来慢慢意识到 这种比较卡皮巴拉的这种想法 就是生活上的philosophy是一方面 然后做事 创业 职业上面的philosophy 这两个东西 不一定是要混为一谈的 其实很像我们之前提到 反复提到的 Genre Pretending 真实的假装的概念 所以其实这个后来 我慢慢的自己 可以进行一些调解 但还有第二个问题 从非常实际的角度 它对我们来说 一开始也是非常非常难回答的 因为从我们五年 六年之前开始做小牛脑 一直到今天 其实我们这两个阶段之间 对于小牛脑的想法 是有一定的断层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从新加坡的 课标出发了 从我们自己作为学生的 这种切身体验出发 但后来我们离开了学校 我们开始接触到不同的文本 我们开始接触到 不同的文学理论 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 只是在顺着自己的生活体验 去做我们学到的东西 去分享我们学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因为一方面 我们肯定是不想完全局限在 新加坡JC课内的文本 当然我们说不想局限在 新加坡课内文本的内容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当时我们开始做小牛脑 是新加坡文学课堂上面产生的问题 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完全可以看另外一期视频来讲 长话短说就是 有一定缓解 但依然认诸而道远 我们不想局限在课内文本 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不想局限自己的阅读体验 因为对于两个小民来说 我们去做小民的视频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我们想要鼓励自己 进行阅读的输入和输出 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加广泛的去阅读 这样我们也能够一直给大家带来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变成了 我们需要平衡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 和我们这个频道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这个关于我们要到哪里去 是第一个迷茫 第二个迷茫是关于钱 其实我这里并不是想要对于创业和钱和成功和whatever的关系做出评价 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 钱它不只是钱 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表现 所以在刚开始进入这个所谓创业圈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乱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到底是也想要钱 还是我们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 一方面呢就是说实话我们需要钱 因为小门的运营不能单纯靠情怀 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靠情怀 但是我们的团队不行 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画饼 但是我们不能给我们的团队画饼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也不想单纯为了搞钱去做小明 首先就是如果你想要搞钱的话 做读书博主这个赛道就有点搞笑 其次呢就是我们不想要把小明运营 变成一个搞钱机器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它不sustainable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需要平衡 我们自己的良心 以及浅 核心矛盾就是从内容上和运营上这几个不同的因素 所造成的一些混乱 但其实我觉得呢这些就是混乱是好事 可能当时在里面的时候你只觉得非常头疼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坐下来想想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这四个月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在进行一个不断的破坏和重建 我们之前的一些思维惯性 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今天我们把它做起来了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想要继续做小明运营 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以我们现在的心智 以我们现在的积累 那么我们就去好好的做它 所以也是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遇到了非常非常多 真的很支持我们 并且自己有非常深厚积累的大佬们 所以呢在和他们的交流之中 我们也是更加清楚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这个时候可以来一些drum roll 哎呀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还是来一些drum roll吧 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方面嘛 一个是内容上 一个是运营上 内容上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从学校里面走出来的 包括现在很多一直支持我们 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观众 其实也都是文学学生 然后我们自己作为文学学生本身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去覆盖经典的课内的文本 当然这个我们会不局限于新加坡本地的课标 更重要的改动呢其实是在形式上面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研究型啊 分析型的长视频之外 我们打算增加比较偏讨论性的短视频 主要是出于两个考量 一个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 不用就是一看就是10分钟 15分钟 还有记笔记那种东西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像前面提到我们自己 希望鼓励自己的阅读输入和输出 那么其实做一些短视频 也是鼓励我们自己进行输出的方法 要不然的话就是每读一本书 都要坐下来写一篇小论文 其实这种压力有的时候反而会起反作用 就会造成拖延 为什么我们希望保留长视频呢 虽然其实很多人跟我们说 长视频就是很非力不讨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要给大家带来文学分析的方法和思路 而不只是读了这本书带给我什么感受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短视频来开始让大家阅读 然后用长视频和大家一起进行真正的阅读 所以说如果就是你把小门的脑想象成一个咖啡店 这个短视频呢是我们店里养的猫 长视频才是我们店里主打的咖啡 就我们爱咖啡也爱猫 如果你只是想来我们店里面 鲁鲁猫也可以 从运营上面讲呢 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做到的就是两点 第一个是扩大和各个文化文学艺术机构的合作 比如说学校图书馆书店出版商等等 运营上面第二点呢 就是要增加我们更新的频率 我们现在打算的是长视频每两周一期 然后加上中间穿插的视频 希望能够达到一周一期 这样的话就是长短交替 一般会在周末周六或者周日一般是周六晚 我们再说吧 周六晚上放出来 当然这个更新频率肯定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每次带给大家的都是我们认真做过的 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不会单纯的追求更新频率 但是我们一定不会再像去年那样消失半年了 我保证我保证 现在我坐下来想一想 当时不是会一直有人问你们想做什么吗 然后我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可以背下来 We are Chinese literature YouTube channel that aims to make learning Chinese literature fun and accessible We aim to broaden access to Chinese cultural literacy education 一开始我每次吐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就我就觉得它非常 它是一个非常reductionist的东西 我之前一直觉得 就是文学这种非常detail oriented 这种非常需要真的坐下来 慢慢的用时间去消化的东西 和创业这种elevator pitch like give me three key words like convince me in like three seconds or something 就它这两个好像是很水火不容的东西 其实后来接触到了更多在文化产业的 从业人员 我发现可能其实这是一种 就非常简单的二维对立思维 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思维的惰性 因为我其实在想 如果有人问你 请给百年孤独做一个elevator pitch 能不能做呢 是你能做的 而且能做得非常好 而且做得非常好之后 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真正好的作品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不管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 不管是elevator pitch 还是你用一辈子去学习它 它都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标签 需要精简的表达 就是如果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 如果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华文文学 那我们就得去做这样一个推广的工作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不只是我要推什么 而是我怎么推 我怎么做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加入我 去了解到我们为什么在过去的五年里 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小明天脑 小明天脑希望你早开放 自由讨论空间 并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 恰恰和许许中文的 有语言给我们选取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